飛騎水廢 帶上13公斤重的頭盔 潛水總監發號施令 助手拉著攻擊氧氣的旗管 潛水員慢慢下水 回報下潛深度 絲毫不馬虎 他們是國軍版的怒海潛匠 海軍水下作業大隊 這三裝備的話 頂多在300尺的話 頂多最長的作業時間 也只能到達30分鐘 如果超過30分鐘的話 它那個緊壓的時間 不夠的話 會就形成大家比較通俗 知道叫做潛水復病 水中電焊修補船艦的漏洞 水下作業大隊 負責處理水中的衛爆彈 和海難救助 曾經協助2010年 美濟颱風救災 不過當時有人連生日 都來不及過 我蛋糕都還沒有吃的時候 我就被召回部隊 後令就直接到蘇花公路去執行 人員收救 93年民度立風災 那個水深 因為是在水庫 那水庫水深大概60公尺 水溫差不多7到8度 那嚴重的考驗我們潛水員的一個 毅力 體力 以及耐力 時常前進水中 伸手不見五指 還要對抗刺骨水溫 水下作業大隊的養成並不簡單 不是每個人想當都能當 壓艙其實要讓潛水人員去適應 在某個壓力之下 那潛水人員可不可以在這個壓力 環境之下去作業 學會了潛水技能 但是到最後的壓艙 你還是沒有辦法通過的話 那前面的訓練的過程當中就白費了 越是刻苦就越不服輸 水下作業大隊靠著特有專長 在水面下為國軍和民眾 貢獻一己之力 記者 你是剛潘建任 基隆報導